花莲县第七届精品咖啡评件 日前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顺利完成 有16位的农友28支生豆参赛 同时也举行颁奖和受证典礼 会后也让现场的民众进行直接的试饮 大家抢先品尝美好咖啡 期盼可以持续推动农产发展 花莲咖啡摆面积近75公顷 是台湾第五大咖啡产区 花莲多数农友以有机摆摆方式进行管理 使花莲县通过有机咖啡验证农户 根据全国之冠 112年花莲县第七届精品咖啡评件 在12月28至29日顺利完成 日前在县府大礼堂举办颁奖及受证典礼 由副县长严信长及花莲县农会理事长于国基 披上精品咖啡围裙并颁发奖牌 请问一下你参加了几届的花莲咖啡评件 从第一届到现在 非常的坚持 那在这次终于拿到了你心目中的特等奖 所以之前有拿过特等吗 有之前没有 好所以也是坚持了这么久了 总算是拿到这个特等奖 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精进的一个农友轻农的部分 好也恭喜你这一次拿到好的成绩 谢谢 现在已经办理了七届的咖啡精品评件 那也感谢我们县内能够非常的努力 那我们目前的话呢 花莲县是全台的第五大产区 那尤其在有机咖啡的部分 我们花莲县的验证户是全台之冠 那像这一次的评件呢 我们发现说 尤其农友们的咖啡呢 尤其是我们像是靠近山边海边的农友 因为带有那个海风 所以有一种微咸微甜的味道 然后它们果香味也非常的明显 那也感谢我们农友们的栽培种植 那今年的那个咖啡评件呢 我们有机咖啡组的分数也是首次 首次超越了一般咖啡组 那其实民众们如果对我们农友们的咖啡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上我们农业处的网站或县政府的网站 来搜寻这些农友 他们的一些欢资讯 尤其不管是我们寿丰的湘婷 那康家或者是我们的沐炫咖啡等等 都非常的有名 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 共计16位农友28只生豆参赛 评件方式参考SCA美国精品咖啡协会标准 进行生豆物理筛选与评审校正作业 再进行悲策评件 有不少农友持续精进 终于在评件获得更好成绩 农业处表示 前半都过办理咖啡精品评鉴 寄助咖啡农友盘查与集合咖啡品质 也促使消费者了解 华林在地咖啡的特色风味 建立华林精品咖啡 与国内外市长的咖啡能见度 记者长汪彦华林师报导